欢迎世界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11月15号上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巴厘岛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习近平指出 过去三年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密切沟通 使中法关系保持了积极发展势头 两国重要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作为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两支重要力量 中法中欧应该坚持独立自主 开放合作的精神 推动双边关系在正确轨道上 行稳致远 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 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努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 双方要着眼未来 做好顶层设计 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传统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 积极挖掘绿色能源 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潜力 希望法方为中国企业在法国发展提供更加公平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习近平强调 经过多年发展 中欧已经形成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 双方应该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维护国际经贸规则和秩序 希望法方推动欧盟继续奉行独立和积极的对华政策 中方愿同法方一道 支持印尼主席国工作 推动20国集团巴厘岛峰会取得成功 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沟通协作 共同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应对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 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 马克龙表示 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 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祝贺中共二十大取得圆满成功 法中两国都致力于促进全球和平发展 促进世界经济繁荣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令人钦佩 法方秉持独立外交 反对阵营对抗 面对当前动荡国际形势 法方希望同中方继续秉持相互尊重 平等互惠精神 密切高层往来对话 深化经贸 航空 民用和能等领域合作 欢迎中国企业赴法国开展合作 法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粮食危机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问题 法方愿积极促进欧中对话合作 双方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强调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明确一贯 主张停火 止战 和谈 国际社会应为此创造条件 中方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 丁薛祥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11月9日星期三下午5点30分 巴黎春天百货的圣诞橱窗正式揭幕 橱窗开幕室由演员伊莎贝尔胡佩特和国际超模诺米坎贝尔主持 巴黎春天百货的首席执行官让马克贝来什出席 今年在巴黎春天的圣诞橱窗里 圣诞老人将扮演马戏团管理员罗伊尔先生的角色 并带着他的剧团进行奢华的巡回演出 这将使孩子们和大人们感到惊奇和惊喜 我就是很愿 155年以来 巴黎春天百货公司 一直是巴黎节日期间的 终极购物场所 其迷人的圣诞橱窗展示 是一个真正的标杆 每年都会让几百万 路过巴黎奥斯曼大街的人 感到兴奋 每个人都要兴奋 每个人都要兴奋 像这年 我们是几个月的一种 几个月的词 有时几个月的词 但在原来 这种几个月的词 每个人都要兴奋 几个月的工作 来自明星的几个月的工作 我们开始开始 做到最好的期待 到初夏天的几个月 甚至明星的几个月 我们会影响我们的题目 和我们会给予年红ום 我是模型的 而且我准备工作 这里面熟这些柄主持 从车推动我组 我转过来 自己的柄主持人 ire许的更大几ressive 在这些柄内 Чтобы那些瓶出繞 是想愁巨大 要观点一下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14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赫尔松地区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14日 日本鹿尔岛线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CH-47直升机 正准备降落在西南诸岛东部海域的 出云号普通货船上 综合《冲城日报》《流球新报》等媒体 2022年11月9日报道 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10号开始在西南诸岛 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此次演习将持续到11月19日 约有3.6万名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事人员 在演习中部署飞机和舰艇 以上就是本期《还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